上师阿弥陀佛 想请示上师 什么样的修学 才是稳健不躁进的最佳状态呢 请上师开示 稳健不躁进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什么样的修学 你如果说指佛法的修学 稳健不躁进 每一个 因为佛法修学范围太大了 但是每一个修学的法门 他都有他如法的次第 以他的授业恩师 既然他的老师能够教他 老师自己最起码对这个教法 要非常的清楚 甚至是实修过的 那甚至是实修 他已经有成的 就是要叫人觉醒 这个老师他也必须了解 怎么样让他浅诚 从深层睡眠到浅诚 怎么样到浅诚睡眠到完全清醒过来 甚至那个老师自己要清醒 那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 一次地修学 不要攀缘 不要飞离坐义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习气毛病 他在修行的时候 他都会讲说 修着修着 比如说这个修行 有我们讲戒定会好了 他在这个戒律还没有守好了以后 他就想 他就想去修学禅定 那修学禅定呢 那他的老师就告诉他 你现在有抽烟 有喝酒 有这个什么都饭 你能不能把戒律守好 这些五欲烦恼先给他降低 先进化一些 这样你才有可能有传定 有定境 他听都没了 他就觉得在那三点 我感觉很高清 那就是没有吃地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他自己的习气毛病 非礼作义 他想要 我想要这样做 我想要那样做 很多弘法的人 弘法想要学弘法同修 你看到场 不光我们彰化 我们全省男众女众 大家有一点 这种学佛的自我期许的人 他都想要领众 想要承担 但是动机有的是很好的 或者他有的想要帮忙 度人 带成全后进 带动后进修学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得提醒你 你要在大厂帮忙度人 成全人 对不对 不是你想就可以 你得学习 也没有学习 就想要帮忙度人 那只会无事 可是我们这样的观念 讲了多久 不学习 又想帮忙度人 或者稍微学一下 学得也都没有经过检验 自己就该合格的隐藏了 就在那边做事情 那你探究一下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是自己想 我认为我现在应该可以讲这种话 我可以做这个事 我可以度他 我可以成全他 我可以帮忙他 我可以带动他 他自己想的 你应该看自己问题 先调伏你的费力作业 调伏你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习气烦恼 疫情假过 以度人而言 就要有高度的协调配合 对道物 道场的道物 重点推动的方针 相当的了解 我们现在道物在推什么 你都不了解 我所要求的重点在哪里 你也没有严守 而且你都是不稳定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以度人来讲 大家应该都听得很清楚 你要成为一个弘法人员 甚至在道场可以领重 那你就是要经过学习 那觉得说像我们道场道物这么重 这么繁多 就是很欢迎别人来帮忙 欢迎大家来帮忙 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知下承担 现在就是担心的 大家空有想帮忙 想承担的心 而不学习了 那就不会真帮忙 那就会砸过物事 来吧 这是五十位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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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 对